首先来关注商业方面的消息 手机游戏凭借优异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现金流状况 成为了资本与巨头公司的宠儿 但近一段时间手游概念在追捧下也迅速的膨胀 出现了投资过热 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 现在还是不是进入手游的好时期呢 手机游戏到底有多大的泡沫呢 在日前的2013数字世界国际论坛上 投资人手游内容提供商等各方给这个行业把了把卖 一起来看一看 手游领域的投资并购持续升温 不仅吸引了国内专业投资基金的目光 大唐电信 博瑞传播 华谊兄弟等上市公司也纷纷入股手游公司 自今蜂拥而至 手游公司的估值也水涨船高 手游推广发行公司 掌具互动CEO李鹏认为 目前手游行业已经积聚了一些泡沫 大部分有价值的团队公司都已经拿到投资 不建议资本继续盲目介入 我是感觉稍微有点晚了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今年卖的比较好价格的这些 唐业的投十几名 基本上可能都是投资商 10年11年投的 今年是做好有准备的公司 今年是一个大收获 就是直接 今年看了 我看很多投资商 反而会看一些周边 游戏周边的行业 比如说 媒体 支付 统计 这个出版发行等等 因为做这个的多了 那围绕这个周边的 就会产生一些价值了 对于手游市场的投资热潮 业内人士也是喜忧参半 完美世界 移动游戏事业部总经理许毅然直言 投资一个项目 除了看行业热度 更重要的是要看准团队和产品的质量 他说在手游领域投资 怕的不是高估值 而是外行投资者的盲目跟风 因为很多并购 你没有看到里面的细节 你只大致看到了一个数 这些人并购 他们都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那如果有些行外的 不是太懂得觉得 呦 这个行真热呀 然后听说这个温州炒房团都来了 那这个导致那些特别早期的那些CP 甚至有些说实话不太怎么样的小团队 都拿了很高的估值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稍微有点泡沫的 我们还是要尽量劝大家稍微清醒一点 还是看实质看本质 看这个团队是不是真的好 产品是不是真的好 而不是说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热 最近A股上市公司对于手游资产的收购格外热情 2013年以来不断传出青中宝 华策影视等宣布手游并购异象的消息 IDG资本副总裁岳斌认为 在这些买卖中双方都抱有优势互补的想法 比如说国内因为大家这个市盈率都比较高 对吧 如果他能收到一个有现金流 那个利润很好的公司 那可能本身对就是buyer 对吧 在资本市场上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了 本身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 这个钱本身从那个股价的这个成长里面 都能够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钱了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那从那个卖方来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卖掉的也是一些CP嘛 对然后那个CP都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没有人知道下一款游戏 或者接下来几款游戏 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这么好的这种成长 行业的持续火爆也引发了泡沫破灭的担忧 此前已有不少从业者在公开场合预言 手机游戏产业泡沫2014下半年将破灭 在掌距互动CEO李鹏看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产业不断膨胀下 小型公司可能会受到冲击 但行业整体将继续发展 这泡沫我觉得说其实现在已经在破裂了 其实我们很感谢这么多投资商 温州炒房团之类的 这些资金进来让我们整个行业快速的发展 有了钱了嘛 那无论是人材储备 还是整个这产业链就迅速的膨胀起来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产业链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小公司 十几个人的公司做一产品 渠道得不到知识 很快公司就挂了 这种情况到年底应该持续会出现 但整个大行业其实没有问题 一直在持续发展 因为从业人士在论坛上笑称 现在投资手机游戏就像买黑马 投资处于早期的团队 如何评估风险 如何预测未来的市场规模 都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而这些判断都需要建立在长期的投资经验 以及对行业的深入调查之上 一句话投资热门行业 一定还有多几分冷静